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的一个金价目标我会看1500美元盎司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近期这个事件是催化比较多 首先就是上个礼拜五加征了关税 那本来美联储鲍威尔他释放了银派的信号 这个再降息的概率都下去了 谁知道隔夜特朗普要加息征税 那么一征税大家都会忧虑经济的一个前景 因为优绿前景它那个预防式降息的预期又会上来 那么这是不要利单美元跟这个利单它的一个国债率 不要利好这个黄金 那么首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这个伊朗方面又劫持了一个邮轮 那么这样的事情会发酵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刚才那个前面嘉宾也讲到 这个中程导弹条约 8月2号三个礼拜五的时候正式失效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美国跟这个俄罗斯 在美国方面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中程导弹的一个研发 那么市场会担心后面会不会有军事竞争 那么这样的一个竞争呢 这一次不是针对俄罗斯了 是针对这个中国了 所以呢这一些也是比较担心的一点 那么这些是事件的一个催化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全球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个不稳定性 加上这个贸易摩擦 包括了刚刚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么一扁下去 对于这个黄金也有买盘的一个支持 包括年初一二季度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国家的央行 争持这个黄金ETF是这个增速要高很多 较去年同比可能三到四成以上的一个增长 所以呢提供这个买盘 所以黄金股对应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短期应该不很不要难走弱 但是正如这个刚才嘉宾也前面嘉宾也讲了 因为它这个黄金股本身带有股性 就是一种股票一种风险市场 短期这个避险情绪可以理解 但长期呢降下去的话呢 一旦影响到整一个市场有系统性风险 这一些它这个获利走的时候 也是会比较冲击比较大的 那么短期如果大家说想追绝短线的话呢 可能这个山东黄金跟那个招商 招金这两个招商矿业 招商矿业这两个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前面这个山东黄金呢 后面有一个黄金这个资厂注入的一种预期 可能这个机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那山东黄金您觉得说 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买入 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呢 山东黄金的话 我觉得在近期如果有回调到20日线的时候 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点 因为现在也冲起来了嘛 追的话就风险大 那等它调一调20日线的时候呢 作为一种吸纳的位置 那么比较好 招金和这个山东黄金 如果去作为对比的话 您会觉得哪一支个股 其实它目前来讲 更具备让投资者欢迎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山东黄金 这个潜力大一点 因为它有这个资厂这个重组 这样的一个预期在 就有个资厂注入的预期在里面 那当然股价走势都差不多了 那只是个人觉得后面可能 山东黄金它这个预期会更强一点 有一些不要多的事情的催化吧 简单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版面上 招金矿业今天的一个涨幅 是6%左右 山东黄金今天的涨幅呢 是7.7%这样的一个水平 可以说在整个大盘都是这个 下跌的一个情况之下 黄金股真的是体现出了 它们这个优势 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 则航如果现在啊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就是 很想把这个钱转移到这个黄金股上 这个位置你还觉得说可以去追吗 我觉得超短线的 你追进去呢 如果突破于1500的话 那可能还能再看高一线 那如果说很快这个事情又解决了 这个继续种进口农场品 特朗普那边也说这个 也只是一种这个极限打压 那什么事情没有的话 它自然会回落吧 那种回落的话 你这个股价就会快速回落了 所以这个风险也比较大 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版面上来讲的话 也是跟这个金价 可能相关度更高一点的一些 这个招金它这个涨幅拼高 像紫金矿业来讲的话呢 今天这个涨幅 因为它同的资产比较多嘛 对 这个同资产更多一点的话 那今天这个涨幅就是 百分之1.63 对 那你会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还是黄金ETF 其实更值得大家去买入 是啊 黄金ETF对应那个黄金价格 在中线来看的话呢 位置不能算高的 所以还是比较好 对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说 考虑到这些黄金股的波动较大的话 更加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黄金ETF去进行一个部署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黄金股的一个走高 跟这个地缘政治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其中 那我们也看到呢 今天我们在上一节 也跟大家聊到了 军工板块出现了异动 那其实您会怎么来看待 这个军工板块 未来的一些表现 尤其我们可以来举例吧 说一支个股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二三五七 也就是中航科工 因为它也是做这个 直升机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 你会觉得说 这一支个股 未来的一个潜力会有多大呢 这个个股本身最大的潮点呢 应该是在后面这个资产 军工资产证券化加速 有一个一些优质军工研究院 甚至一些直升机 或民航机的一些 核心资产会注入 包括呢 它最近也成立了一个 这个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 那么未来也是为了推进这个 军工资产化跟这个军民融合 有一颗潜在的投资的一个标的 可能性 那么加上呢 现在这个估值也比较天地了 两年以来的这个 一个标准差以下 具备一定的一个吸引力 那么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事件方面都刚才提到 国防这个白皮书 四年一次公布出来呢 提到了说这个未来 军费支出要稳健增长 那么正是比较好打消了市场之前 担心今年这个 未来这个军费下降的一种忧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军工证券化 提出是今年的一个大的主题 那么有得吵 第三个呢 是跟基本面有关的 就是现在 有一个军品价格改制 那么给了一些 这个所谓的激励的一些因子 在里面 那么未来呢 比较利好这个下游啊 一些整体机 整机场的一个利润率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呢 对于未来这个价值投资来讲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 那么 民品国厂替代全景价呢 因为这个公司它本身 这个飞机零部件供应 是供那个商务飞机919 比较多 那么另外呢 这个子公司呢 是国内几家上市公司 他们从事的一些是 民品通行类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一块的业务呢 未来到2020年通行这一块 复合战略率17%左右 能够带来一定的一个增长空间 整体来看呢 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比较比较直博一点 对 我们看到它目前的一个最新报价 是4块1毛1 那今天一个下跌的幅度 是2.14%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您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买入吗 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吸纳 那么目标价 我会看到这个5块钱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当然这个止损叫 我们看在3块8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那我们大家也可以 继续来关注一下 相关的一些军工板块的 一些个股 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 泽航跟我们的分享 那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我们再和大家相约在 投资朋友圈 我们下午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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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